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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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拉底跟古希臘社會分歧 討論到蘇格拉底的時候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用這種方式 來介紹蘇格拉底這個人 那大家聽到以後覺得說 這個人是跟 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是一個被社會討厭的人 是一個被判死刑的人 是一個有很偉大學生的人 是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其中包含了一個軍人叫阿斯比亞特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軍人 後來背叛了雅典的一個軍人 號稱古希臘時代最美的男人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你知道大家知道那個 你知道那個希臘人 希臘人廢物 希臘人現在欠債廢物 但希臘人偉大一點什麼 希臘人今天會變窮實在是太可惜了 因為希臘人他們創造了美的觀念 所有整形的人的形狀 就是拿希臘人的鼻子、眼睛、身體 你有沒有看那個斯巴達三百電影 每一個戰士不管年紀多大 七十歲的人都有腹肌看到沒有 這不正常嘛 這根本假的 你看中國的山水化 二十多歲的人跟七十多歲的人都有一個大肚子 這才正常嘛 對不對 這才正常啊 對不對 但是希臘人的話呢 就是創造出美的概念啊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講的話 我們看一般來講的話 瘦高細白 就是美顏的標準 就是希臘人的長相啊 就是他們的長相啊 所以說了不起 所以希臘人的話呢 他們這個社會很了不起 但是這個人當中他做了一些重要的一個影響 為什麼他會被判死期 為什麼他的生平是這樣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這件事情 如果 如果你今天活在一個不公不義的時代 我姓怨嘛 就要怨舉證嘛 我給你一個coding 你在這個七百一十三 七一三 你只要打怨與七一三 那你就可以發現 其中有一群這個逃難的人 從大陸逃到台灣 有個校長姓怨 帶了一群學生 有個校長其實姓張啦 有個訓導主任姓怨 一到台灣後 進不了台灣就在澎湖 到澎湖沒有多久 校長就被槍斃了 槍斃喔 反共戰士叫槍斃喔 你知道什麼叫 他還帶了五個學生 兩個校長被槍斃 後來那個訓導主任 因為他學文科的跑不了台灣 只好變成校長 有沒有薪水我都不曉得 就你可以發覺 如果你活在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 如果這個信義院的訓導主任 後來變成校長 他的兒子 每一年要到景美的人權博物館 去介紹什麼叫做外省二二八的時候 你要想盡辦法想到那個時代 如果是你活在不公不義的環境裡頭 你會怎麼樣 如果是你活在不公不公那你會怎麼樣 蠔以上且偷生 你要自殺嗎 還是要努力考到台大 然後拿到獎學金到美國去 你懂嗎 這個叫做白色恐怖 就是我經歷過那個父母那種切身的感覺 所以非常了解 就這是哲學問題 我昨天在準備形象學的時候講到霍布斯 他說自由跟害怕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 你以為你很自由 其實是你不害怕 如果你害怕的時候你就會照規矩做 你不會是自由的 我一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非常感慨我就補上一句 這是現代政治中的最主要的關鍵 為什麼到今天這個時代 一方面有扶山講民主的終結 另外一方面有北韓的金山胖 看到別人上演一出一出的醜劇覺得很好笑 你完全沒有想到 你的父母就經歷過那個時代 那現在大家在問 這個不是找誰來負責的問題 這是大家要問為什麼的時候 因為如果我們忽略了權力的本質 這種事情就會再度的出現 對不對 現在我問大家有一次 上個禮拜 我在這個金山胖試驗的這個飛彈跟做這個四暴清淡的時候 我就說 大家一定要認清權力的本質是來自於 極權的社會會產生效率 民主的社會會降低效率 那主要的理由就是極權的效率 唯一能夠集中的就是科技的發展 不是我講 我們在座如果有公學院的學生 他就會了解 公科的學生 他所負擔的社會責任跟一般的學生不一樣 為什麼極權的國家大部分都是公科學生主政 為什麼 大家可以心裡想一想 因為公科的學生他遇到山就把山挖開 遇到海就把海填平 我對面那個同事就是機械系畢業 問他說你為什麼不繼續搞你的機械 跑來跟我們哲學家搶飯玩 他說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在一個民主社會 你沒有那種相對應的政治權利 你沒有機會發揮你的所學 這個是鐵一般的政治權利 在今天在我們的眼前中就在明顯的上演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學校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台大到底要發展是精英 還是要發展平民教育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選擇 發展平民教育的人的話 根本就不了解人的權利本質是什麼呀 哪來的平民啊 如果你要追求國家的發展的話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歷史感的話 如果說你一點歷史感都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 你要承認這個事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在那個相較於 當時的話 古希臘時代會發生這個事情 對大家來講很震撼你知道嗎 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在你的周遭 是很震撼的事情 心中有話不敢說 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那種痛苦你知道什麼 所以我打從心底 我就沒辦法忍受 突然一下年輕人變得神勇得很 沒辦法忍受 今天早上的頭條 《中國時報》頭條 李明哲的認錯 你仔細看看裡面的案件 它就是哲學問題 它就是哲學問題 當你不怕的時候 你覺得你很自由 當你怕的時候 你覺得你不自由 這不是我剛剛講的霍夫斯講的話嗎 我們第五個禮拜會上到這個課 所以很多人要 很多人講 那應該珍惜自由 屁 不是珍惜不珍惜問題 而是完完全全了解 這個概念本身說的是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講這個都沒有用 反正我將來要到美國去 美國也不例外 美國也不例外 上上個禮拜在Virginia發生的事情 也說明美國也不例外 哪裡人都不會例外 只要是人就會有政治的本質 什麼是城邦 城邦就是一個國家 很多人不了解 城邦如果不採用寡頭自制 也不用民主政治剩下的選項是國王政治嗎 城邦本身來講 大家都知道希臘的城邦最特殊的點 就是它是一個眾人意志所決定的政治制度 城邦本身來講二、三十萬人 其中公民 男性的公民七、八萬人 主宰了社會、國家的一切 底下每一個人都有好幾個奴隸 每個家裡都有好幾個奴隸 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城邦本身所享有的資源 那麼他們的選項很自然而然 這些公民就是一種菁英制度 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有時候發覺人很奇怪 我在海外看到的英國人 香港、新加坡 甚至在台灣碰到的英國人 沒有見過不好的 我在比利時讀書碰到的英國人 都是很優秀 我第一次看到比較差的 很野蠻的 不穿衣服上衣的Hooligans 是在英國看到的 我非常驚訝 我不知道班上有沒有同學 是從香港、新加坡 或者說跟英國比較有關 Australia來的 我覺得非常奇特 我發覺當每一個人自己被送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其中最優秀的是解放軍 就是人送出去以後的那種榮譽感 在人家面前的表現的榮譽感 遠比自己在國家耍賴要強烈太多了 所以說這種國際的關係很重要 對就是這也是一個為什麼我鼓勵大家 雖然我們國際關係並不非常發達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學英文、看英文書、讀Economist 平常有事沒事 讀一讀BBC 英文一定要好 物事第一次不來正事無由以待之 每個人都要以 因為是台南人關係 都要以自己把自己當成外交官來期許 哪一個學業當中都有可能 像我可能當哲學外交官 事實上我已經做了很多次這種工作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這種自我期許精神 那麼如果蘇格拉底認同國王政治 但他會認同國王的絕對權利 所以這一些問題 我現在要開始讓大家了解 什麼是城邦 我們對於城邦有很大的誤解 尤其是在今天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誤解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 受到亞里斯多德的影響 認為人人是政治的動物 我跟大家先強調一個重點 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所有活用哲學的投射點 就是政治 人的存在 就是政治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人沒有辦法展現你的能耐 但是在一個政治環境中可以 我今年過年 就是九個月前 八個月前 我在新加坡過年 我在新加坡過年的時候 我習慣我喜歡歷史 因為新加坡歷史最好讀就50年嘛 一下就讀完了 然後我在去他的歷史博物館 去他的人種博物館 我當時就很感慨 因為新加坡歷史跟台灣人長得一模一樣 用的一樣的方言 都是客家人為主 都一樣 完全一樣你知道嗎 都是這個樣子白白土土的 都很像 都非常非常像 那為什麼他們薪水是我們三倍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 所以你了解的越多 你會發覺人確實是政治的動物 亞里斯多德說得很對 亞里斯多德有一本書很重要 叫Politics 你只要讀前面的三頁你就明白了 Politics前面三頁它有三章 就是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現在讀書都很方便 如果說把這句話翻成政治動物 那麼是說的是個別不同的人 所以人人都有這個政治能力 所以政治很簡單就是管理眾人之士 這是我們的誤解 這是我們一個很嚴重的誤解 我告訴大家說城市國家 這是盧森堡的一個照片 就是說他講的其實就是一個國家 強調的國家裡面的是一個社群 什麼叫做社群 就City State的話 這個社群就是說大家的共識很高 這個動視高到對別人很殘忍 對自己非常非常講求制度的這種國家 愛國心是絕對確立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Patriotism 大家知道我們在座一定有美國人 剛剛講那個英文比較好 中文比較差的 他一定是美國人 不過很遺憾的 他比較累 But如果他真的是美國人 他就知道美國是一個愛國主義 非常非常非常強烈的國家 強烈到幾乎無恥 American first 在American interest的理由下 可以退出巴黎協定 全世界有190個國家簽的約 說退就退 沒有舉行大型的抗議 我在注意的時候 川普上台以後 我每次看到所有的 Anti-immigration Anti-global warming Anti-free trade 所有的決策做以後 我都在觀察 第一 第二天示威的人數 第二 示威的天數 第三 示威人本身 是不是美國的主體 三次 示威的人數 從來沒有超過幾百人 示威的天數沒有超過三天 示威的主體 絕大多數人不是白人 我就知道 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哲學的產物 你知道什麼叫Anti-immigration 美國是因為移民而大的 像比如說你台大電機系畢業到美國工作 這個整個社會所有的資源攻擊你 你趴一下到了Silicon Valley以後 跟美國人 替美國做牛做馬 你完全忘掉了 美國人還告訴你說你要愛美國 不愛美國你滾蛋 馬上愛愛愛愛愛愛 食衣住行都改變 然後什麼叫做Anti-free trade 就美國講如果你不給我好處 我不跟你來往 我不買你的東西 那只好給他好處 什麼叫做Anti-global warming 就是說美國人可以繼續擁有這種生活 現在開車到這個台大校園去打籃球 再開車回來 不會覺得說這兩件事情有什麼衝突 別的人的話就要好好運動一下 像這種情況下 那你就要了解 美國的社會當中他們的共識有多高 他們的愛國主義有多強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美國是基本上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這全世界最嚴格來講 不是很道德 不是很道德 因為你讓人家移民到美國去 人家國家就垮了 這我親眼看到這個 你不給人家free trade的話 人家生活當中永遠動亂 因為你佔的資源太富了 在座很多人都去過美國 美國太富以後太大了 那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然後你不搞格羅伯 warming 格羅伯 warming 一定會持續下去 這個對我們來講 從倫理學來講不道德 但是美國人不以為武 他的社會共識非常高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他的公民有一種優越感 這種公民的優越感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認為他公民自認高人一等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點 比如說台大學生有優越感 自認高人一等 那台大學生就站出來的話 他的十一柱形都要表現出他的elegance 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校只有一個學校 醫學系的醫院醫生 還會拉拉小提琴做個樣子 其他人根本都沒有這回事 每一個功課的老師全部都穿著拖鞋 逛來逛去的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這句話的主要的用意 就是說要強調古希臘社會 這個優越感 另外的話呢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的話呢 請大家就瞭解 就是說政治制度當中有三種 一個人的 多數人的 少數人的 然後亞里斯多德把他分成為公還是為師 很簡單 就三乘以二就是六 一個人的為公就叫monarchy 國王制度 一個人為師的話叫teranny 就是暴君制度 其實我們暴君這個字翻譯的中文跟英文差別非常大 teranny是講一個人要擁有權力為自己 但是他為自己的同時並不代表他沒有能力 但我們這邊認為暴君就 因為我們有那種悲天憫人的心情 所以在翻譯成暴君政治 不可能認為暴君政治還有任何好處 你錯了 有些人的話呢 在暴君政治底下 他照樣一個人為了自己 另外一群人的話呢 好處為公的 叫aristocracy aristocracy 這個字太棒了 這個字太優美了 aristocratic 你一定要學會 一定要發音要清楚 要exaggerate 就aristocratic 為什麼 因為arist 因為希臘文的arede 就是你的virtue 實在表一種高貴的象徵 因為希臘文一講are 就是高人一等的意思 aristocracy 就是arist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像這個戰神arist 在羅馬人實在叫mas那個字arist arist 就是arede 就是高貴的意思 就是貴族政治 比如說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 我剛剛講的在海外工作的英國人 他們就很信這個 像美國的這個精英教育 liberal college 的學生 是美國的精英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但是一群人為了自己叫origaki origa 就是為了錢 origa 就是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資源 寡頭政治 我們翻譯成寡頭政治 那多數人的壞的制度 未施的democracy democracy 這是壞的制度 那好的制度就是polity 就是大家能夠結合在一起 一個人的少數人 多數人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一個區別 那這個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那這個因此我在這邊解釋的比較清楚 現實上只有少數的 有才能的人 才能夠 能夠治理 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 大家都可以了解 這個 我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怕大家累了 我們坦白 我講的夠坦白了 也希望大家坦白 認為 因為我們班上有少數幾個師大的 師大跟台大其實也接近了 認為我台大畢業 將來工作薪水 就是應該比其他大學畢業人高一點的舉手 應該的 高一點的舉手 三個 四個 五個 發想 絕大多數人都是外校來旁聽的嗎 還是認為說 我是坐幣進台大的 所以薪水就不應該高一點 沒有努力過 還是說薪水應該是像共產主義社會一樣 大家平均 只要有台大哲學系畢業的薪水就好 再給大家最後 我非常驚訝 我本來以為講說 本來我的課沒辦法上了 本來想刀過來講的 現在突然一下 大家都這麼有公共參與意識 再問一下 算了 不要問了 問了也白問 大家真的有這種想法 大家真的這樣想法 認為薪水的高低不重要 所以剛剛沒有舉手的那些人 根本不想工作的舉手 天 真的有這種人 喝口水 壓驚或什麼 因為你這個問題的邏輯在我的邏輯之前 我更不想工作 我管他個屁薪水啊 什麼跟台大幣有什麼關係 就是 你是這種邏輯嘛 對不對 你就這種邏輯嘛 就是說我自己都不要薪水了 我管他高跟低 是不是這種邏輯 還是說你邏輯沒有邏輯 差不多就這種情況 那這個 看樣子我上課的方針是有錯誤的啦 因為沒有辦法激發大家這種 要做高人一等的雄心壯志嘛 因為我說如果你想要賺比別人多的薪水 那你就要表現出來 know how to behave yourself you know 對不對 Otherwise how can you get a higher salary than the others 對不對 you've got the average income already is fair to you 就這種情況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完全沒有了 現在大家已經是 不曉得這個意志被誰消磨的 像我們班上有很多老一輩人在旁聽的 你們出去不要亂講 你們繼續講說 哎呀台大學生雄心壯志啊 什麼的 他們出去講說台大學生 人家對薪水都沒興趣了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就我們上課的重點 不是哲學了變成薪水調查了 好 不管怎麼講 這個蘇格拉底啊 這個拒絕在兩者之間做選擇 我把這個哪兩者 就是拒絕在君主政治的一個能幹的之外 一群人跟一群少 一群多數的人跟一群少數的精英 之間做出選擇 他拒絕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 因為在古希臘的民主社會中 這兩點是很明顯必須做選擇的